再如何插入所谓的空白裂 如何再把空白裂给删除 插入空白裂然后把它删除 OK 类似像这样 我刚刚讲过一个概念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 你如果要插入空白裂或者删除空白裂的话 我是建议你反过来 所谓的反过来就是说 之前我们一般习惯是fori等于第三到第32 有没有越来越多fori 可是现在的话刚好颠倒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一样在开发人员里面 我写一个所谓的 我们来看写一个sub sub名声也叫插入空白裂 这几个字打 enter一下 它会自动帮我加一个sub 这个sub的话基本上 我建议你不要用那个刚刚讲那个由上 那我们又有反向回圈 那反过来的回圈怎么写 fori等于我从哪一列呢 我从第30 我要在这个32的下方这边 虽然它已经有了 不过我们也把它做不一样好了 就插入空白 空白列33 空一格2到第三列 enter两下打一个net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你的数字理论上 由小到大 可是如果你是由大到小的话 记得在那个小的这个数字后面 请你再多打一个step 空一格负1 为什么负1呢 就是它的阶层是越来越少 ok 预设是多少 预设是1 所以如果你是step1的话不用打没完 因为它预设词 但如果你不是预设词的话 那你记得一定要简易一下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再来的话第一个 所以第一 这一题的话主要第一个 我们要学会所谓的反向回圈 反向回圈写法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插入列 那插入列呢 在VBA里面 你要再多学一个物件 叫列的物件 列 列的话呢 在Excel里面 它称之为叫Raw 所以它是很多所有的Raw的话呢 那就是列加Raw 加SRaw 意思指的是这边所有的列 那刮5之后的话呢 你要跟他讲说哪一列 你要在哪一列上面呢 要插入列啊 那我跟他讲说 我要在I列 意思就是说 它会在第三个三列 这个地方先插入一列 然后在32 在31 一直到3 也就每一个列 都帮我呢 多插入一个空白列的意思 OK 好 插入的话特别重要 这个是指的是那一列 那后面的话哪一个方法 你点一下 记得哦 插入列的话叫Insert OK 这插入啦 其实就键盘上面中间 就有一个按钮叫Insert 你就照着打就可以了 那我习惯是打小写 有没有 你要不要打小写 一开的话一定会变大写 表示字没打错 OK 这也是一种避免那个程式写错的方法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执行它 有没有 当然我是建议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用增错里面的组行 什么叫组行 油标放里面按F8 这边有个F8 F8什么呢 一行一行帮我处理 F8 他现在就跑到这里了 那现在还没执行 所以你会把你油标放在I上面33 意思就是在33的地方帮我插入一个空白列 OK 好像没有什么动作 不过因为这边本来就空白列 它只往下移 按F8再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应该是step-1 所以你会发现I就变成32了 意思说32帮我插入一列 在这边插入一列 按F8 有没有 这边就多一个空白列了 然后再下一个 因为step-1 所以这边的话变成31越来越少 OK 然后就31插入一列 有没有一直在一推 所以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其他都一样 所以把它执行完毕 全部都OK了 一直到3 这样都OK了 接下来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要删除它的话 删除的话 理论上应该从这边 在63 再61 再59 一直到哪一个呢 到3为止 所以基本上它的逻辑应该是63 所以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边把它拿 这拿来改好了 这边把它改成叫删除空白列 好 那改哪一些地方呢 删除 第一个的话 for i 等于第63 所以这边把它改掉 63 一样到3 但问题来了 我先把这一列3 再3 不是62 而是间隔两个 361 再间隔两个 359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step后面应该改成多少呢 负1 负2 改负2 改负2 就好了 有没有 63 再61 如果你负1的话 就62 如果你 61 的话 那就是这边请你改成叫step 负2 意思是说减2 有没有 63-2 不是61 61-2 不是59 一直减下去就对了 OK 这样就完成 后面记得删除的话 就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delete delete 一样我打小写 移开如果变大写的话 表示没打错 那这个delete字如果不会拼的话 你键盘上也有 键盘中间嘛 就有一个delete OK 然后把它点一下 字变大写 表示没错 那一样按0.58看一下 他现在是把63 3的 不过63本身 就是一个空白 再来就是3 61 游标放上去 61 3掉 然后再59 再57 看起来应该OK的 所以全部执行 OK的 那一样就是加两个按钮 插入空白列 就看起来 有了 删除空白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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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恢复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些按钮 你按滑鼠右键 除存格格式 预设值的沾要资讯 特别注意,它会随储存格的列高或蓝宽而改变 所以你只要改一下,改哪一个 改这个就好 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格改变就可以 因为我只有选一个 我是建议你通通选彩 通通选的话,记得先按右键选其中一个 再点旁边一下,再按Ctrl键去点其他的 然后一次全部按右键 再把它的物件格式 记得,一个反正最下面这个油漆桶 然后把它的摘要资讯改成 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格改变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试一下 拆入空白链 有了,删除空白链 OK了 基本上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现在细节,如果你才不会,云端上其实也有答案 然后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第几页呢? 其实在第三个单元的程式码里面的第十六页 就刚刚讲的,就这个 OK 插入空白链 删除空白链 然后当然还可以加标底 另外不变形的话就这一个 其他还有像什么? 裂高 假设你要再高一点,你可以再加一个罗凯 等于五十,等于六十,数字越大,裂高越高 其他还有什么? 删除 像我们这边其实做出来的东西呢 基本上 这个 它颜色好像会跟着加进来 所以如果你要删除那个东西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把它的intro color 把它变成没有 那不就可以把它的储存格里面的底色给清掉 可是要怎么样把它清扶掉? 这个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把那个裂高 这个裂把它增加 然后再把它删除,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这边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十六页 谢谢大家 我的蓝箱